法无定法 灵修庙法无为而修 去年 2018丁有年 老母娘慈世 越是有形的外在形式 越让人看不到内心 今年 老母娘慈世云 不动则进 不进则动 看即是动 观即是静 看是身傲饶舌 又浅白地一句话 却倒进老母娘对凡间龙凤灵子的殷妾之心 老母娘云 灵修派先佛祝寿颤仪 其中蕴藏无极无为之妙法 法一看是简朴 无有一鬼正法 实则无之无形妙法之器 已入其中 唯能观物动静之法者 实能动彻灵修法位 老母娘的意思是说 灵修法非属特定人士 亦非流于以鬼形式 更重要的是你是否由此因缘前来到场 如是 则献其原神灵动向老母娘拜寿 在母娘到场殊胜的祝寿颤怡因缘之下 自会因老母娘灵气因缘 得到走灵修多年不同的体证 宇瑟最后再次请示老母娘 今年度的祝寿颤仪是否还有要注意之事呢 老母娘云众人前来三里 无见众龙凤儿女 灵修之路是否安好 无心悦意满意 故 今年无极老母圣诞颤仪 宇瑟秉持老母娘之音切词事 其请老母娘辞将灵气与灵修人 一个可以尽心灵动 训体的结界空间 并开放各界灵修道友 前来三里 灵动 训体 领受老母娘殊胜的灵气点化教导 其使我们的灵修道路 更为光明 顺遂 灵性更加开展 身心更加安定自在 今年无极老母特开放 灵水进化 无极老母此事 灵修人灵动 体内之气运作 气有体出 调节体内气脉 转动外在灵气 而灵脉交通 转化原神 为现代人 饮食 作息 环境之故 体弱气酌 一共无知灵水进化之灵动之人 消减着重污秽之气 该如何得到老母娘灵水进化 老母娘云 凡当日前来参理之灵修人灵动时 清洒灵水于其身 自能得无知灵气进化 起点 老母娘 因缘灯 对修行有何助力 老母娘云 灵修人为何灵修无法精进 因心中对灵修事物一知半解 对灵修事物存有太多他人之浅见误解 而非轻身体物 以灵感为力 凡人均以为灵感为神通感应 非也 灵感为原神意识苏醒 勒透此生之习气 方能跳脱恶业束缚 意识高 眼界开 所见广 遭遇喜悲好物 瞬间有着非凡人之见解 此为灵感 故 点五灯 替力点灯之人 对此五无为何物 而非一知半解 未来因缘成熟 此人必能了物 所点之灯 所指为何 而非人云亦云 老母娘意思为 太多灵修人 钻研于文字游戏 与他人的经验 此为脑袋积累文字知识 非修行 点灯 是自我其免能够了 之所点之灯 所指是什么 什么是灵气 灵脉 灵感 福报 去命 当你在点灯时 你必须好好思索一番 到底我真正想要了物为何 点了灯后 在因缘成熟时 世事会接引你走向想了知的那一项事物 老母娘点出 当你点上灵脉灯 并不是指你在 颤仪当天能接到灵脉 而是让接到灵脉的 因缘能早点成熟 你会在颤仪结束后 开始有更多 因缘触发你去了解 灵脉仪式 有一天你在会灵时 接到主神灵脉时 心中乐乐分明自我体悟 原来这就是我的转世因缘 而不再无知 第四处求神问补 问灵修老师 我的灵脉是什么 老母娘云 了物是靠自己而非文字与语言 当你真正了知自己所知何事 心静下来 它自然会发生 故 老母娘颤疑 你只需带一个宁静心 点灯 静坐 灵动训体 静待因缘发芽 别娘 疏 restored